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长长乾坤 回事烟子无人闻 一阵黄凉 几缕缘魂 雨滴吹来 心事尘 白首功名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雨滴吹来 心事尘 白首功名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网组大学 边缘下unt 实行的年代 天哪好 这事到底真的假的 真倒是 你说这事闹的 你怎么办呢 这真子 让人着急 你怎么办呢 是啊 早就上来个办法出来 你说 到底怎么办 你说这别人 真好 真好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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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老板 我从范君长那里得到消息 说陈连伯十号 就已经跑到香港去了 革命政府正准备发布 抓他的通缉令 在这个时候 再搞商团武装示威 那不是愣是 给人家抓把柄吗 照您这么说 现在这个时局 是糟糕透顶了 赛翁失马 焉之祸福啊 我倒很想听听 吴老板对 现在时局的高见 我有什么高见 陈会长都跑了 现在大家是群龙无首 这个时候 如果有年轻俊杰 能够登高一呼 一呼百应 那是人人所想啊 就怕会被枪打出头鸟 孙中山 如果对商团 完全失去信心的话 他也不会让陈连伯 那么容易就跑掉啊 照您这么说 出头也是有惊无险咯 何止是有惊无险呢 这是天赐良机呀 哈哈哈哈 呦 陈老板来了 好 陈老板 哎呀 我们都心急如焚哪 那个枪支到底是进口的 还是走私的 我们合不合法呀 我们运送武器 自然有合法的手续嘛 只是这次啊 由于刁民的诬告 才造成了误会嘛 那陈会长会不会受到通缉 政府会不会镇压我们 是啊 是啊 到底会不会 怎么可能呢 完全是一派胡言嘛 我唐兄说了 商团要顾全大局 以退为进 我们接下来准备把 商团的总部啊 迁到佛山去 商团的尊严 不容侵犯 我们集合了广东的各个地方组织 举行总罢事 以抗议政府部门 滥用职权 吴先生当时的话 还是非常准确的 机遇这个东西啊 只是可遇不可求啊 要懂得把握住时机 你说得对 我也明白 不过呢 最近我身边有几件重要的事情 还要去办 最重要的就是 我还想要那批武器 至少我花了很大的代价 而且要想办成这件事情 还必须要这批武器 第二呢 我想 我想跟方世焕摊牌 我不想再练战了 我想逼着方世焕去云南 到了云南 我再挖他几批金子 然后把空矿留给他 回到广州 我们还要去挖广州这座金矿呢 这么说 你再去昆明 要同方世焕一起去 我知道这是虎口拔牙很危险 但是 饿死胆小的 撑死胆大的 高老板 我是很钦佩你的 有胆有识啊 到时候离开云南的时候 我会告诉方世焕 他的儿子已经死了 好 告辞 告辞 剑锋 剑锋 丹妮姐 丹妮姐 你回来了 汇报上去怎么样 上面怎么说 我 还是说实话吧 因为我们内部出现了问题 所以 这批枪绕过了正当渠道 得到了批文 军政府怎么能这样的 怎么能循私舞弊呢 跟军政府没有关系 因为这件事牵涉到了地方军阀的切身利益 他们一再的向广东省政府施压 所以 为了安定局面 只能做了暂时的妥协 我真没用 师兄为了救我 他们都丢了性命 方公子也是为了帮我 我却害了他 还有我妈 方怡 坤叔 他们都丢了性命 可我连一个高云飞我都拿不下 建峰 我希望 你不要永远地活在过去的记忆里 还是要多想想积极的一面 像高云飞 陈孝和这样的人 一日不除 广州城就难得到安宁 被罚就难以进行 对于这一点 军政府是心知肚明的 所以 我希望你要对我们有信心 江还是老的了 果然被陈老板猜到了 幸好我们还有二手准备 只要有官方面 对孙中山敷衍几天 等我们的船开入沙面 就万事大吉了 我还是觉得 这件事情有什么变数 我现在要赶过去 让他们打消一切念头 马上让船进入沙面 景飞啊 这两股实力一起去云南 一定各自都打着小九九 方世焕 万一知道他儿子已经死了 那会不会在云南大打出手啊 打起来才好呢 那真是求之不得 这才是天赐良机啊 这次 景飞你一定要跟他们一起去 如果他们不打 你就要挑唆他们打 只要他们兄弟 相互动起手来 我们在 可方世焕在云南势力这么大 要是打起来 万一他占了上风怎么办 方世焕 方世焕在高云飞眼里 只是一头猪 他们要打起来 那高云飞一定占到上风 我们只要把金子扛回来 这样 他们兄弟俩 必然会反目为仇 你好大的胆子 还敢到这儿来 你就不怕我把你交给高云飞吗 把我交给高云飞 你能得到什么呢 钱吗 你只有哀骗的份 感情 我看恐怕你什么都得不到 好了 我知道我说话很难听 但是我来这里的目的 是想来提醒你 我也没那么可怜吧 你到这儿 是为了你姐姐吧 说得没错 我一半都是为了她 我姐是很可怜 但从某种角度上说 你比她更可怜 高云飞对我姐姐是不好 一直在折磨她 但她始终是爱她的 这是一份孽缘 可是你呢 你只是她利用的工具 对她而言 你没有任何价值 你疯屁 良药苦口 中言逆耳 我能够来到你这里 我就不担心我这条命 我只是希望 你能够冷静下来 好好地想想前因后果 或许会对你有用 好吧 那你要从我这儿 知道什么 我想知道陈孝和和高云飞 接下来会怎么做 你笑什么 就算我告诉你 你也来不及了 因为哈佛号将要停泊在 英法租界海域 你回去告诉他们 看看军政府的军舰 敢不敢对哈佛号开炮 我可提醒你们 别让停在香港的英国军舰 找到了开战的借口 好 谢谢你的提醒 好自为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来吹吧 断了 又坏了 吹不了了 好了 断了 我们就不要了 这次我要去缅甸 我一定能弄到一块好玉 用它做一只销送给你 我这次去的地方很危险 我把你的事情全都安排好了 你要答应我 如果我一去不回 你必须忘记我和你之间的恩怨 好吗 好吗 你现在就要去云南啊 没错 广州这边要出大事 我不能耽误了 但是你放心 我一定会带银子回来的 还有 这些是什么 这是我们玉兰堂旗下所有的瓷庄 钱庄 茶庄 还有招通码头的契约 还有我现在新住的宅子 等我走了以后 你得帮我一个忙 把它们折线 云飞 你疯了 你连你住的地方都不要了 我更看重的是我的广阔天地 至于脚下这片寸土之地 这并不重要 可是 万一失败了呢 那我就更不需要这些了 你难道不知道什么叫破釜沉舟吗 还有一件事情 我想委托你 如果这次我出去深遭不测的话 麻烦你帮我安排紫云 高云飞 你把我当成什么女人了 你不要以为我对你好 你就可以得寸进尺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 伤了一个人的尊严 更伤了一个女人的心 我今天一定要你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在我和萧紫云之间 你到底最爱的是哪一个 李小姐 我承认 我让你安排紫云 是有点不合适 但我认为 现在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 你不愿意 我不勉强 但你一定要知道 就算我再爱你 我们也是红颜知己 你和紫云不一样 紫云在我心中的位置 甚至比我还要高 这一点 你应该从一开始就知道 什么 你把所有的契约都给了那个女人 是啊 这个交际花的能量 我们是绝对不能低估的 为什么陈孝和还要让他三分呢 那就是因为 他能够联络到港英政府 联络到东江的势力 我们现在要启示 这些都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力量 再说了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我们要那些契约干什么 他现在能够变现 那是最好的事情 阿弟啊 女人是祸水 我劝你还是小心点为好 我反而觉得我现在应该防的 不一定是女人 阿弟啊 那这样 我去准备一下 送你去云南 我要去云南还用准备吗 商团的事总要安排一下吧 我去云南还用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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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你可算来了 这段时间可把我别坏了 贵仔 你不见天日的日子 马上就要到头了 真的 快去这别心趁手的家伙 大哥 这回去云南 也许我就回不来了 阿弟啊 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我只是说万一 万一我回不来 你一定要找到小茶壶 是抓还是直接干脆把他杀了 全凭你吩咐 我不是那个意思 找到小茶壶就告诉他 他所做的一切傻事 我都可以原谅他 但我有一个条件 一定要带我照顾好紫云 有必要对他这么客气吗 也没什么客气不客气的 其实 他的命对我们来说算什么呢 真是没想到啊 吴先生和于小姐还能赶来 我来是因为发生了一点急事 所以我特地来通报你 沙密各国领事馆 已经正式向廖中凯发出警告 如果军政府炮击伤民 各国也不会袖手旁观 英军战舰 已经失望白俄潭的江灭 那太好了 那岂不是和孙中山的军舰 炮口对炮口啊 连元帅府都在他们的射程之内啊 此外 曾帮我们办通行证担保的 滇军范军长和阅军李军长 也表示要出面调停 这分明是要帮助商团 广州城接下去会非常热闹 很可惜啊 这场热闹可能我高云飞赶不上了 我和吴先生这次来 一来是为你送行 二来是要告诉你 你要给我活着回来 我一定活着回来 大少爷 一切都拜托你了 吴先生放心 靖飞他也去云南 他会私底下帮你的 谢谢吴老板 那我们就此告别了 好 等这回差事完了 请你喝酒 来了 来了 继续吧 谢谢啊 丹一姐 你在忙啊 那我待会再来找你 等一下别走 正找你呢 你把这个拿出去吧 是 怎么了 我在外面听说 说商团和滇军制定了一个秘密的协议 告诉你一件事情 孙中山先生已经召开了军事会议 决定将大元帅府前往韶关 所以啊 被罚已经是半公开的秘密了 这样不就把广州变成了一个空城了吗 这不就合了高云飞的心意了吗 我看外面的传言分明是真的 什么军政府啊 想把广州让给商团 让给滇军 广州是革命的大后方 我们怎么能轻易让给别人呢 那不是断了自己的后路 你们就是在断自己的后路吗 我现在正在翻译北伐计划 其中有一条策略 叫做后发制人 你明白吗 我不懂 不懂就要学着点 还有啊 赶快抓紧训练工商团 广州都不要了 还训练什么呀 哎呀 你好傻呀 要记住 养冰千日 用冰一时 这个天儿挖矿 真他妈受罪 没关系 只要能挖出金子 就是在这个天气里面 退层皮也值了 谁的信 于小姐来的信 全都是好消息 说孙中山已经离开广州了 现在是胡汉民和汪精卫 两位年轻的中间力量 来处理商团的事情 而且胡汉民已经代替 廖仲凯做了省长 他们两位一直是高举一面 和解的大旗的 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决定 把部分武器还给商团 还取消了对陈会长的追击令 哎 那这么说 这胜利就像兔子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了 啊 可以这么说吧 我现在得赶紧 烧个口信回去 让他们在人事变动的时候 我们要尽可能的把自己人 塞到官府里面去 安利啊 到时候也给我弄个军事部长坐坐 那倒没问题 现在就看我们有多大的财力 去办多大的事情 哎呀 我就是在担心 我们怎么跟方氏馆摊牌啊 嗨 车到山前必有路 船到桥头自会直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挖金子 嗯 快点 往里搬 小心点 快点快点 后面的快点 进来 放这儿 小心啊 小心点 没那么娇气 要是碰一下就坏了 那还叫黄金嘛 哼哼 不是 我怕金子太重了 还没遇到广州 箱子就坏了 哼 那咱们就不送广州 留在昆明呗 哼哼哼 哼哼 傻小子 咱们在这儿还不能做主 去了广州 哼 那个姓范的一掺和 咱们说不定 连个金墨子都分不到 嗯 可 可高氏兄弟 什么高氏兄弟 不过是案板上的两块肉 让我们进去 你们两位 怎么了 我们听说方市长 把这几天加班加点的收成 都费心收了起来 放在办公室里 我们想来找方市长核实一下 不错 要是都放在外面 都抢的话 那可怎么办 方市长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从搬运到销售 应该都是我们玉兰堂负责的 跟你没关系 呸 那是在广州定的口头协议 在昆明 什么事 都是老子的分内之事 李副官 在 吴副官 你们说对不对啊 你说话的口气可真不小 但你只说对了一半 什么 一半 这是你们范军长的手谕 金茶 方世焕勾结云南土匪 撕开金矿 无法无天 所令特使高云飞就地捉拿 暂停一切军内职务 押解回广州 什么 吴副官 李副官 你们站着干什么 你 吴副官 你要干什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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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市长 也许你忘了吧 吴副官的父亲也是一个商人 好 好糊涂 今天我才厌清你小子 人还是糊涂一点 使食物一点好 你看看 又白死了一个副官 不过也好 这个副官可以在地底下 跟你的儿子好好说说家乡话 你说什么 我儿子死了 没错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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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王八蛋 畜生 我饶不了你 你断了我的后 等我回到广州找军长 一定要弄死你 别动 你以为范军长那么听你的吗 他是傻瓜吗 他怎么会轻易地给我一个手遇 那是因为商团和滇军闹得很凶 而且滇军现在在广州城市人见人恨 他需要找那么一个替罪羊来平民愤 恰恰选中了你 现在让我带你回去 准备把你就地枪决 你 打倒帝国主义 好 建峰 你在这儿啊 总算把你找出来 怎么了 今天全是大游行 但是有消息说 商团方面也正在蠢蠢欲动 旺州城内一下多了很多拿武器的陌生人 听说高云飞也在由昆明赶回广州的路上 你看被我说中了吗 央虎又坏 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我去太平南路 那里情况比较复杂 好 你要注意安全 这里就拜托你了 好 放心吧 走 走 上 来了你给我上 住手 别打了 别打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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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剑锋 带走 抛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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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团工商大伙拼 昔日兄弟大反目 卖爆了 卖爆了 兄弟大反目卖爆了 小姐 请喝茶 回头别想我 你给钱大 送我谁呀 小姐 你看 小姐 既然忘不了 那我们就回去吧 小姐 小姐 小少虎 我本来想看在我们兄弟的情分上原谅你 但是你不识抬举 还要坏我商团大事 我不会让你好好活着 我在这儿把你折磨至死 方市长 我可以告诉你 你儿子就是被我大哥打死在这间房子里的 也许到了晚上 他会托梦给你 我不会饶过你们的 二少爷 上午吴副官把几个很沉的大箱子送来了 说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您不在我让他送到新宅去了 去新宅 好 好 这箱金子可以买一千支枪 这箱金子可以买石门大炮 我有这么多的金子 我可以买多少枪和大炮 我可以把整个广州城的枪和大炮都买下来 到那时我可以拿这些枪和炮 组建一支军队 我还怕他什么孙中山 怕他什么滇军 贵军 北伐军 都得怕我 买那么多枪炮 你想把玉兰乃至整个广州城 都变成你的武器库吗 我听你刚才这话的口气 好像不是特别满意 紫云 你怎么下来了 你害怕紫云 我可怕吗 真正可怕的 是这个 今天要跟你分享财富的大哥 你说我出卖 说我弟弟也出卖 我们出卖 尚且有我们的理由 你怎么不问问他 到底私下里有没有见过五月白 有没有见过罗秋叶 紫云 你在胡说什么 你没听见我在说什么吗 不错 我是被高家出害 这有错吗 小紫云 我好恨哪 十三年前没有亲手杀了你 让你现在又来祸害我们高家 高岳飞啊 想不到啊 我们俩做了一年的薛兄薛弟 高岳飞 你要想将这事不成为全广州城的笑柄 不成为刘短飞长 你把这个女人杀了 高岳飞 你得再告诉我一遍 紫云刚才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真的还是假的 高岳飞 告诉你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把这两个人带到祠堂里去 让我阿弟当堂向阿爹谢罪 至于这个女人 开堂破堕 祭奠阿爹 祭奠阿爹 你们要干什么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我也不想让你死 我是来救你的 来人 把她松绑给我带出来 是 我要留你这条命 你们范军长很器重我的儿子 让他掌管你的事 只是我儿无能不争气 好像现在他已经控制不住手下的兵了 哼 你以为师长是随便做的吗 哼 说得好 如果我放你出去 你还能把这一盘散沙给我重新整合起来吗 没问题 这些兵都是跟着我本土本乡的子弟兵 他们不听我的听谁的 好 如果我放你出去 你的部队必须听我调遣 你能做到吗 我明白了 孙中山身在韶关 心在广州 他要调部队来惩治你们 哼 所以 你就放我出去 替你们做挡箭牌 对不对 党箭牌 哼 谁要党箭牌啊 那是陈孝和和高云飞他们要党箭牌 因为他们要造军政府的反 他们是出头鸟 还有 那就是孙中山 和军政府他们也要党箭牌 他们怕输了广州 他们就什么都没了 方世焕 我告诉你 我只要一把枪 一把能杀人的枪 但凡就是你有一师的人马 对我而言无非只是一把枪 杀人而已 你 你要杀谁 我要杀的人多了 我首先要杀的就是高云飞 高云飞 哼哼 这 你和他不是 不是什么都不是 如果你一定要说是的话 那他就是我的天敌 我吴月白从来就不相信任何人 我只相信我自己 你说的这是真的 不开玩笑 广州城马上就要大乱了 我还有什么时间跟你开玩笑 那 你凭什么相信 我一定要帮你杀掉高云飞呢 哼 那我倒要问你了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好 你现在就放我出去 我马上带人把高云飞全家给杀了 不不不 如果你现在去杀高云飞 那我们就陷入了孙中山和商团的两面夹击之中 那会惹大麻烦的 哼 方世焕 只要你同意跟着我 一切都听我的 哼 不要说杀他一个高云飞 不要说杀他一个高云飞 那杀任何人都是轻而易举 那杀任何人都是轻而易举 和整个的广州 和整个的广州 王侯将相 宁有轴护 高云飞不就在我们前面已经着手准备了吗 嗯 我们只是 不将后浪推前浪 再拿下他 一提而已 阿爹 阿爹 儿子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儿子今天 就当着阿爹 当着高家列祖列宗的面 亲手载了这个华海高家的贱女人 是 派时三刻 将这个贱女人开膛破肚 祭奠阿爹 高云海 我就是做鬼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波速 请不吝点赞 着个焦票 啊 躺 扔高老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一年 海草依旧 那一年 淡了乡愁 残路头 今生的邂逅 要说从走欲欲欢休 那一杯 怨怨情愁 那一杯 善罢甘酒 但如今 来世的回眸 回不了头 苦水难受 仿佛下的海棠依旧 到无尽的疏远情愁 要说从头 苦水难受 你的黑发 陪不到我的白头 你的黑发 陪不到我的白头 坏堂